大家早晨 大家晚安 好 我們開始了 OK 我們先讀佛委教經 南無本師釋迦茂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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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離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可今見聞得受詞 願解如來真實意 佛委教經釋迦茂尼佛 初轉法論到阿若嬌陳如 最後說法到須佛陀羅 所應道者皆以道吉 於梭羅相樹間將入獵盤 時時中夜直言無聲 時諸弟子略說法要 與等彼憂於我滅後 當尊重真敬波羅提木叉 如暗如明貧人得保 當知此則是與等大師 若我住世無疑此也 持政界者不得販賣貿易 安置填責 蓄養人民奴彼畜生 一切種植及諸財布皆當遠離 如備火坑不得斬伐草木 狠土掘地合和湯藥 沾上吉空養官聖宿 推暴盈虛歷數計算皆所不應 自身時食清淨自活 不得參與世事通知使命奏述先藥 結好貴人親後涉萬皆不應作 當自端心靜念求道 不得包藏下之顯易惑眾 於四共養之量之足 取得共事不應促跡 使則略說持戒之上 戒是正信解脫之本 故名波羅提木叉 因依此戒得生諸蟬定及滅虎智慧 是故彼憂當持靜戒物令委訣 若能持靜戒時則能有善法 若無靜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 是以當之戒為第一安穩功德住處 與等彼憂已能住戒 當制五斤物令放日入於五獄 譬如木牛之人執障事之 不令種日犯人妙嫁 若種五斤非為五獄 將無癌半不可制也 亦如惡馬不已被制 將當牽入墮於坑陷 已被劫賊苦子一世 五斤賊和殃及累世 為害甚重不可不辰 是故自者制而不除 此之預賊不能種日 假令眾知皆亦不久見其磨滅 此五斤者心為其主 是故與等當好制心 心知可謂甚於毒蛇 惡受怨賊 大火月日未足如也 譬如有人守則物器 動轉輕躁 但觀於物不見心坑 譬如狂將無勾 縣喉得樹 藤若著責難可禁制 當急錯知無令放日 縱此心者喪人善事 濟之一處無事不辦 是故彼憂當勤精盡 接伏與心 與等彼憂受諸飲食 當如復虐 於好於惡 勿生增減 遂得知身已隨機學 如風彩化 但取其味 不損食香 彼憂亦以受人供養 遂至隨老無得多求 懷其善心譬如智者 酬量牛力所堪多少 不令過分以揭其力 與等彼憂 就則勤心收集善法 無令失事 初夜後夜 亦勿有廢 中夜重經已至消息 無以睡眠因緣 另一生空過無所得也 當年無常之火燒諸世間 祖求至道 勿睡眠也 諸煩惱賊 嘗自殺人 甚於冤家 安可睡眠 不自警午 煩惱讀蛇 睡在雨深 譬如黑院 在雨失睡 當以慈戒之勾 早聘隨之 睡蛇 既出 乃可安眠 不出疑眠 是無蠶人 蠶此之福 於諸莊嚴 最為第一 蠶如鐵勾 能祭人非法 事故常當蠶此 無得暫締 若離蠶此 則失諸功德 有愧之人 則有善法 若無愧者 與諸禽獸 無相異也 與等彼憂 若有人來折折之解 當此涉心 無寧親恨 亦當戶口 勿出惡言 若忠貴心 即至放盜 失功德利 忍之為德 持戒苦行 所不能及 能行忍者 乃可名為有力大人 若其不能歡喜 忍受惡罵之毒 如飲金路者 不明入道智慧人也 所以者可 親衛之害 則破諸善法 懷好命問 今世後世 人必喜見 當之親心 甚於猛火 常當防護 無寧得入 劫功德賊 無過親衛 白衣受辱 非行道人 無法自制 入親友可恕 出家行道 無辱之人 以懷親衛 甚不可入 譬如清冷雲中 霹力起火 非所應也 與等彼憂 當自魔頭 以寫悉號 著懷悉衣 執持應氣 以黑自活 至見如是 若喜驕慢 當浸滅之 增長驕慢 尚非世俗白衣所移 何況出家入道之人 為解脫固 至行其身 以行核野 與等彼憂 潛曲之心 與道相違 是故 而應質值其心 當自潛曲 但為欺狂 入道之人 則無是處 是故與等 而當端心 以質值為本 與等彼憂 當自多欲之人 多求利固 虎老亦多 小欲之人 無求無欲 則無此患 即以小欲 尚意收集 何況小欲能生諸功德 小欲之人 則無潛曲以求人意 若福不為諸根所欠 行小欲者 心則坦言 無所優惠 蓄事有餘 尚無不足 有小欲者 則有獵盤 是名小欲 與等彼憂 若欲說脫諸苦路 當故知足 知足之法 即是 寬諾安穩之處 知足之人 雖和地上 又為安樂 不知足者 雖處天堂 亦不清義 不知足者 雖父而貧 知足之人 雖貧而貧 不知足者 尚為五欲所牽 當知足者 之所憐憫 是名知足 與等彼憂 欲求直正 無為安樂 當你潰立 獨處閒居 淨處之人 第食諸天 所共敬中 是故當舍己仲他仲 空閒獨處 施滅苦本 若爭仲者 則受仲勞 譬如大樹仲了雜枝 則有枯折之患 世間博者 沒於仲苦 譬如老象歷來 不能自出 是名遠離 與等彼憂 若勤精進 則是無難者 是故與等 當勤精進 譬如小水長流 則能穿石 若行者之心 素素駭肺 譬如鑽火 未熱而息 雖獄得火 火難可得 是名精進 與等彼憂 求善知識 求善善惡 無如不忘念 若有不忘念者 諸煩惱賊 則不能入 事故與等 尚當涉念在心 若失念者 則實諸功德 若念力堅強 若入五欲賊中 不為所害 譬如著海入陣 則無所謂 是名不忘念 與等彼憂 若涉心者 心則在定 心則定 心則定故 能至世間生滅發相 是故與等 常當精勤收集諸定 若得定者 心則不散 譬如適水之家 善至提堂 行者易易 為自衛水故 善修善不定 令不流失 是名為定 如等彼憂 若有自衛 則無貪著 尚至省賊 不令有失 此則於我法中 能得解脫 若不易者 既非道人 又非白衣 無所命也 實自衛者 則是悼老病死害 堅勞善也 亦是無名黑暗大明燈也 一齊病者之良藥也 煩老樹之利虎也 是故與等 當以民師 受惠二字贈益 若人有智慧之照 雖無天難 而是明見人也 是明智慧 與等彼憂 種種棄論 其心則亂 雖服出家 又未得脫 是故彼憂 當急捨離亂心棄論 若與欲得直滅落者 為當善滅棄論 之患是名不棄論 與等彼憂 於諸功德 常當一心捨諸放逸 愈離冤賊 大悲誓尊所說利益 皆已究竟 與等彈當勤而行之 若於山間 若空窄中 若在樹下 閒處靜失 念所受法 不令亡失 常當自免 精盡修之 無謂空死後至有悔 我如良意 知病雪藥 伏與不伏 非依舊也 有如善道 道人善道 民知不幸 非度過也 愈等若於 虎等四弟 有所疑者 可疾問之 無得懷疑 不求缺也 已是世尊 如是三長 人無問者 所以者可 宗無異故 是阿流流陀 觀察眾心 以百佛言 世尊 愈可令亦 一可令冷 佛說四弟不可令亦 佛說虎弟實虎 不可令諾 集真是因更無疑因 虎若滅者即是因滅 因滅故果滅 滅父之道 實是真道更無餘道 世尊是諸彼憂 於四弟中決定無疑 於此界中所作未辦者 見佛滅道當有悲感 若有初入法者 不可人佛所說 即皆得道 譬如夜見電光即得見道 若所作以辦以道苦海者 但作思念 世尊滅道一何疾災 阿流流陀 雖說此語 眾眾解釋了達四聖第二 世尊欲令此諸大眾皆得堅固 以大悲心服為眾說 與等彼憂密懷悲怒 若我注實一劫 會亦當滅 會亦不利 終不可得 自利利他法皆具足 若可苟住更無所益 應可道者 若天上人間皆識已道 其美道者 皆亦已作得道恩怨 至今以後 可諸弟子展轉行之 則是如來發生常在而不滅也 此故當之世界無常 會必有利 密懷憂怒 世上如是 當勤精進祖求解脫 以至為名滅諸之暗 世實危趣無堅勞者 我敢得滅 如除惡病 此事應捨之身罪惡之物 假名為身 莫在老病生死大海 何有知者得除滅之 遇殺軟察而不歡喜 遇等彼憂 常當一心勤求出道 一切世間動不動發 皆是敗為不安之上 遇等且子物得復育 時將欲播我欲滅道 是我最後之所教誨 我們上次講到《不棋論》 講完《不棋論》 講完《不棋論》 我就說了 我們講完《哪一部分》 Catherine 陳芯 《不棋論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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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完《不棋論公德》 講完《八大人公德》 講完《八大人公德》 正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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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經主要的意思 經的教導是正宗分 我們上次講的不棄論 我講過聖言法師 聖言法師將不棄論分為三 他給了三個定義 哪三個定義 師傅早晨 大家早晨 第一是不要散戀語 不要文閒疾語 閒疾語 不要閒疾語 沒有意思的就不要說 第二呢 有沒有人說 你再說吧 第二、第三都你再說 第二是不要玩弄文字 什麼叫做玩弄文字 就是在這些文字上 就像網絡的遊戲文章 說故事 說故事 第三是和佛法是不相應的 什麼叫做和佛法不相應 因為佛法是有三法印的 他和金法印相應 為什麼和三法印不相應 他就叫做棄論 因為如果是相應 他就會無我諸行無常 知道這件事 如果他不是說這些 便會不相應 為什麼不說這叫做不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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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可以令我們得到大權 不可以令我們能夠離苦 不可以讓我們能夠 清除我們的煩惱 當我們能夠清除煩惱 我們自然就了生脫死 我們根本不用做了生脫死 這件事我們都是了生脫死 是不是 OK 我們沒有煩惱 根本就清淨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尋求清淨 因為沒有了煩惱 你本身就是清淨 還需要去尋求清淨 不用再追求 OK Good 好了 這個就是聖人法師 講氣論的三個定點 我也提過 在柯咸布 柯咸布也有提過 什麼叫做氣論 在柯咸布裡面講氣論 他就有講了六個定點 提了你們 六個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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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六個定點 有誰可以告訴我 平時沒有舉手的 今晚試試 勇敢一點舉手 因為我看到你們很多 有抄乳士 他們真的很勤力 抄乳士 非以搖益 非以搖益 為什麼 非法搖益 非以搖益 非以搖益 即是怎樣 不懂得解 哈哈哈哈 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東西 是的 這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是沒有益的 非以 沒有搖益 OK 非法搖益 是吧 你先講一講 非法搖益 OK 還有呢 還有一個 你可以講三個 你只懂兩個 非凡行搖益 非凡行搖益 對修凡行 對修凡行 沒有幫助 非凡行搖益 所以你們要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 你要問清楚 你只懂什麼 非凡行搖益 我看來看去看不明白 那你就解釋了給你 你就知道 如果只懂得 那五個字 非凡行搖益 問你 非凡行搖益 好 好 好了 我們就講完正宗訓 考完試 測完驗 不如我們講完佛懷教經 我們來一個大考試 好嗎 從第一課 到不知道第二十幾課 今天是第二十課 我想應該有三課 或者四課就講完 那就來一個大考試 看看你們懂得多少題目 都挺好的 是啊 讓你們回去溫習 好溫定的書 看看能否找到 鄭師傅問什麼問題 挺好的 真是考試 今天突然間 突然一聲 來一個大考試 好 是這樣的 好 我們現在講完正宗訓 大家都知道 去到就是講流通訓 大家都知道正通訓 就是經文的正文 最主要內容 就是教導這部經 中心思想 究竟要做什麼 流通訓 就是說 講完正宗訓 一定是跟著流通訓 那流通訓 就是說 這一部份 是要讓這部經 如何在這個世界上流通 而不單止在當今的世界上流通 而且也都好像水一樣 可以怎樣 一路流去大海 大海又可能流入另外一條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又再流 一路不停不停地流到 好像水一樣 佛法就好像水一樣 一路四方八面地流通 這個就叫做流通訓 這個流通訓 不單止是利益當今 而且是怎樣 利益後世 我們就是因為以前有這麼多高僧大德 將這麼多的經 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輾轉地流通下來 就流通到今時今 我們能夠在加拿大 可以聽到佛為教經 是不是 這就是流通訓的功德 所以它就叫做流通到某一個地方 或者某一個寺院 所以為什麼你去很多寺院 一入寺廟 一定有一個什麼 流通訓 流通訓就是這樣解釋 為什麼有一個流通訓 你以為只是去請經 其實它背後有一個很深的意義 就是佛法的流轉 如果我們不是過往 這麼多祖師大德 將佛法一路流轉下來 這麼多年 二千多年 我們今天怎麼可能 能夠在加拿大可以這樣講這部經 而你們在香港又聽得到這部經 或者在中國聽得到這部經 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這個流通訓實在是說 在這個經裡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它怎樣 它教 要如何將這本經流通下去 在流通訓 你會看到很多經典 最後的段 很多時候流通訓 不單止說這部經如何流通下去 亦是怎樣 亦是怎樣 亦有很多時候 是贊重這部經 贊重這部經的功德 譬如好像 因為這部經說到 如何如何修行 譬如好像金剛經這樣說 說到如何如何修空相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 金剛經的最後 它說佛說是經以長老衰 蒲提及重彼優 及諸彼優 彼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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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佛所說 皆大歡喜 順受奉行 這八個字就是 皆大歡喜 順受奉行 無論是世間的在家人也好 出世間的修行人也好 或者以正果的衰菩提及諸長老也好 聽完佛陀講這部經 《金剛經》 皆大歡喜 順受奉行 信受奉行 我接受了 我接受之後 益辭 以後就去修 修完落實在常生活中 所以這就是流通分的作用 流通分的功德 但你會看到 很多在流通分 你會感覺到 在會大眾 例如你們這樣叫做在會大眾 在法會中 在經會中的眾生 有形的就是你們 無形的就是十方一切眾生 這些眾生 聽完之後 會很開心 有一種喜悅 有一種感恩 有一種喜悅 接受佛陀的教法 希望你能夠跟著佛陀的教法去做 所以這個流通分 也是一個很殊性的一個經典的部分 如果在佛慰教經裡面 這個流通分分為四個部分 叫做四番流通 第一個叫勤修流通 勤修流通 勤修流通 有很多人可能 不是叫勤修流通都不定 他可能叫勸修流通 或者初勸流通 都可以這樣說 不同的高僧 他可能會用少少不同的文字 去演繹這個部分 實在他的意思都是大同小異 第二就是正缺流通 第三就是斷疑流通 第四就是足腹流通 到足腹流通之後 就是結宇 這個就是流通分的分配 這個勤修流通 我們知道 就看到 這個叫不景甚深功德 這個勤修流通 為什麼叫不景甚深功德 就是說 這個不景 就是佛陀講的第一義理 就是解脫道 為什麼叫不景呢 就是因為佛陀自己能夠 自己去契機 契機就是說 這個方法是適合的 這個方法是適合他的 契機 那契機就是機緣 契就是契合 這個契機就是說 這個方法佛陀用了對的 他從正出教 他自己體驗到 正就是自己體會到 體驗到 證實到了 證實到 然後如何 他明白到這契教法 然後他自己如何 將它說出來 說法 這個呢 他會做出 分別說法不景功德 佛陀有一個能力 就是 看到A 知道A 哪一方面是他適合聽的 哪一方面是他適合修行 用那個方法去修行 而得到利益 所以叫分別 就是個別 知道A是適宜用什麼 B是適宜用什麼 就等於你們買衣服 你知道我穿紅色衣服好看的 我就喜歡買紅色衣服 我穿藍色衣服好看的 就喜歡買藍色衣服 就是這樣 就是分別 所以叫做不是非分別 因為他懂得分別 分別說法不景功德 即是說 因為佛陀能夠契機說法 所以怎樣 契機說法之後 他能夠除每一個人的因緣 說他的方法出來給眾生 所以他怎樣 會得到一種叫做功德 好 這個是佛陀自己個人的 再下一層就是菩薩 菩薩行的人就是怎樣 菩薩行就是 醫教起修 契理 因為怎樣 契理就是說 他聽到佛陀的教法 這個就是理論 佛法 法就是理論 那些理論 那些道理 他聽到這些道理 這些道理適合 他適合聽 他接受得到 他消化得到 他可以將它實踐得到 然後他醫教起修 就是說 我醫到這些教理 醫到我聽到這些道理 我開始怎樣 落實去修行 當然 當然 你有菩薩爭有凡夫爭 也有凡夫眾生 好了 他在這裡 這個菩薩 他得到什麼功德 佛的世間功德不敬 修世間功德不敬 為什麼呢 菩薩在世間修行 在世間修行 如果他依這個 依這個教起修的時候 他就能夠收到這個功德 圓滿了這個功德 所以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叫做 神心功德呢 就是因為為什麼 這一部經講的 講的就是怎樣修功德 我們一會兒看看 現在我們看看 這個勸修功德 這一段文 就是 就是從這裡開始 他就由 從戲論下面 跟著那段開始 他說 與等彼優於諸功德 常當一心 寫諸放日 如利怨賊 大悲世尊所說利益 你別用幾個文明 道 pipeline 他說 與等皆當勤諱行之 然後他繼續 跟著入在拍過 他約於山間 2014歲 一路的道道方 去到 還有 有人善道道人善道 問之不幸 非道過又 這個整段 講的勸功德 勸修功德 或者初勸流通份 好了 我们看看 他说这个 他说于等比优 他说你们比优 于诸功德 在所有的功德里面 应当常当一心 你们要怎么样 依第一义去修行 舍诸放异 要放弃 要放弃烂度 鞋台 如利冤策 就等于我们要离开 那些贼仔一样 大悲世尊所说利益 所以大慈大悲的佛陀 他说了这么多的法 是希望利益我们众生 这些利益我们众生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修行 他说加以究竟 他已经圆满了 已经说了究竟方法给我们 圆满了 他说所以你们 于等但当勤而行至 我们先看上半段 这个是上半段 于等皆当勤而行至 这个于等当然是比优 仲比优 于等但当勤而行至 你们应该要怎么样 要事上很勤力地修行 我们看看这儿 这个与朱功德 这个朱功德 朱功德这三个字 偶尔大师就说了 这三个字可以分了两部分去看 第一部分就叫做共世间法的功德 实在你听《维教经》 你听了很多次 我说共世间法 或者不共世间法 是不是 我说了很多次 不断地说给你们听 共世间法 是没有的 这些功德 在这个《佛慧教经》 讲的功德 在世间法上没有的 所以叫做不共世间法要 那他说这个 这个偶尔大师就说 正中份就是分了这两个字 那这两个字 在正中份里面 讲共世间法要 就分了三个三项 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环节 共世间法要分了三项 三项是什么呢 是对峙问题的 对峙问题的 就是说要对峙我们 对峙我们会面对的种种的问题 如何在那里修行而得到功德 第一 如果你们有印了 那个《佛慧教经》 你们就拿着来看看 但我不会详细说 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 不过我会提醒大家 在哪里 三个对峙功德 第一个就是对峙邪业 即是不善业的功德 对峙不善业 就分了四种 OK 第一个就叫做什么 明根本清静界 就是又怎样 又在哪里 一开始就是 读完《释迦牟尼佛》下面 他说 《遗诸弟子略说法要》 下面那里就开始说 《根本清静界》是什么 他说 《遗等彼忧于我灭后当尊重真敬波罗提木叉 于暗于名贫人得保 当知此得是遗等大师 若我住世无疑此也 这个就是说 明白《根本清静界》 就是我们对峙邪业的第一步要做的事 《对峙邪业》第二步是什么 他说明方便远离清静界 即是说我们要持清静界 我们要远离什么 他说持政界者不得贩卖 贸易安置田责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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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去到怎么样 脆得共事不应促职 即是说不要怎么样 职财 这个就是说明方便远离清静界 即是明白我们要远离 我们要守清静界要做什么 就是不要沾上吉凶 仰观星宿 参与世事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第二种对峙邪业的方法 第三种对峙邪业的方法 他说明界能生诸功德 明白 峙界能够生起种种的功德 那个就是跟着下面那一段 他是此则略说 峙界之上 界事正信解脱之本 顾名波罗提目叉 因因此戒得生诸善定及灭苦智慧 这个就是说什么 他说如果你能够持戒的话 你就能够生诸善定 能够得到灭苦的智慧 是不是 这个就是致我们的邪业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戒能生诸功德 好了 第四个 对致邪业的法要 第四个是什么 说劝修界利益 就说劝我们 我们持戒有什么利益 在哪里 他就是跟着下来 他说 事故比丘 当持正戒 物令委决 若能持正戒 事则能有善法 若无正戒 诸善共德戒不得生 是以当之戒为第一 安稳共德住处 所以当你持戒的时候 会怎样 我们会住在一个很安稳的地方 实在是哪里安稳 深安稳 深安稳 这个就是 偶尔大师说 我们在共西间法里面 三种对致功德的第一种 对致邪业的法要的功德 就是里面分四项 好了 我们继续看共世间法要 第二对致的什么 第二对致就是 对致虎的法要 对致虎的法要 一路看下去 对致虎的法要 第一个是有两项 这个就是根放日虎 对致根放日虎 和对致肉放日虎 因为根和肉的放日 为我们带来种种的苦 我们怎样对致他 就是下面 看见了 与等比丘 以能住戒当制五根 你看到了 他说 物令放入入于五肉 一路一路去到 去到哪里 去到 不令众日假令众之 皆亦不苟见其磨灭 他说 他说 这里就是叫我 如何 我们要 如何 要去 修涉我们的五根 修涉我们的五肉 他在这里 就说了几个譬喻 这个五肉 这个五根 如果我们放纵它 就等于什么 等于恶马 等于劫贼 记得那几个譬喻 还有那只牛 踩踏踏人家耕种的地方 好了 这个就是 对峙 对峙 这个筋肉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看 多食苦对峙 就是贪食 贪食 多食苦对峙 我一路就跟下去 就是 《欲放日苦》 那整段 一路去到哪里 摺伏乙心 都是说 《欲放日苦》 实在那里 《欲等比喻》 一路到 《当勤精进》 摺伏乙心 全部都是说 《根》和《欲》 多食苦 即是贪食 我们如何对峙 他在下面说 《欲等比喻》 《瘦珠饮食》 《当于服药》 《一路一路酬量》 《牛力所堪多少》 《不令过分以揭其力》 所以我们要知道 《如风彩花》 《但取其微》 即是说 我们要如何 修印供养 《垂智随老》 《记住不要贪心》 《无得多求》 《坏其善心》 《坏其善心》 这个就是 对峙多食苦 接着 对峙对峙 《蟹桌碎绵》 《蟹桌碎绵苦》 即是懒惰 和睡觉 这个就是 接着的一段 就是《欲等比喻》 《周则勤心》 《收集善法》 一路对着 一路 若你蠢此 则失诸功德 有愧之人 则有善法 若无愧者 与诸禽兽无相二亚 这个整段都是讲 《蟹桌和睡眠》 《蟹桌和睡眠》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蟹桌和睡眠》 实在是说 我们如何对峙蟹桌和睡眠 就是要学习 惭愧勤责 是吗 这个就是第二种 对峙子苦的法要 第三个对峙是什么 第三个对峙灭烦恼的法要 我们种种烦恼 我们怎么灭它 有几多种烦恼 第一就是《亲慰烦恼》 第一就是要灭《亲慰烦恼》 《亲慰烦恼》 《亲慰烦恼》 就是在哪里 《与等比丘若有人来折折之解》 那里一路开始 那里整段 整段一路去到哪里 譬如清冷云中 霹力起火 非所应也 在这麽高的魂里面 没有理由会折折起火 会起火 不可能 非所应也 立即是不应该 不会应该出现 这个就是对峙 《亲慰烦恼》 第二就是对峙 《贡高厄恼》 《贡高烦恼》 《贡高烦恼》 就是贡高厄恼 这个就是跟着 《与等比丘》 当字魔头 以舍色号 一路去到 为解脱故 至行其身 以行黑夜 看到吗 以行黑夜 这个就是说 我们有贡高厄恼的时候 然后我们如何对峙 如何去降伏这些贡高和慢 好 然后《贡高烦恼》 第三就是最后 对峙烦恼帐 就是《贡高烦恼》 这个是什么烦恼 就是《贡高烦恼》 《贡高烦恼》 就是《贡高烦恼》 《贡高烦恼》 这就是说什么 《与等比丘》 《贡高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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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去到哪里 《贡高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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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里说到《贡高烦恼》 große烦恼的 这个就是《贡高烦恼》 他们对峙这些贡高烦恼 这是有什么功德 我们看到 这是共世间法的功德 共世间法的功德 即是在世间法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实在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对峙 是用得通的 即是放诸死去解通 第二种的功德 与诸功德 第二种的功德 就是不共世间法的功德 我们看过了 就是八种大人的功德 我们这几个星期 都是讲八种大人的功德 大人即是圣人 这些圣人收到的 就是有这麽大的功德 就是小玉 大家都知道 由开始与等彼佑 当之多玉之人 一直有八段 八段是讲小玉 讲知足 讲远离 讲精进 讲不忘念 讲定 然后智慧 然后读不弃论 这八个事项 就是不共世间法的 不共世间法 你说 有些地方 你觉得 他应该是 在世间法 都是可以做的 可以有可能出现的 比如 你说知足 知足功德 一个世间法 可不可以出现 有这样的知足功德 可以 但是 但是 在世间法 如果收到知足功德 他都未能够 像出世间法那种究竟 所以 为什么他 放在不共世间法里面 这个 不共世间法的功德 就是 让我们修行人 可以在这里 修第二类的大功德 所以 他说 他说 这个经文就是说 所以 你们 这么多的比喻 你们应该 在这种种的功德 即是 共世间法 和不共世间法 里面的功德 常当一心 就是说 那心 是专注 专一 不离 不散乱 不懈怠 而不忘念 是一个定途有智慧的 而当你一心的时候 你自然就是 小肉之足 远离精进 常当一心 写诸放日 写诸就是说 放弃所有种种的放日 种种的鞋桌 种种令你散心集乱的事情 如离怨贼 即是等于我们想离开那些 怨贼 即是那些不好的人 一样 如果隔离的人 好像怨贼 那样 你想不想离开他 你想的 是吗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 我们想离开这些怨贼 它是大悲誓尊所说 你也介意究竟 我们要不要有任何一点的松懈 必然要等到怨贼离开了 我们才可以稍微歇息一下 这个怨贼 即是解种种的放日 种种的鞋桌 种种的散心 种种的集裂 大悲誓尊所说 你也介意究竟 这个大悲誓尊当然是主佛陀 佛陀叫大慈大悲 是吗 无怨大慈同体大悲 它是用什么 它用它自己得到的方法 因为它自己的法就是究竟法 完全可以让我们 从烦恼的痛苦中 完全跳出来 这个叫做究竟法 这个究竟法 它说 大悲誓尊所说 你也介意究竟 它不单它的法是究竟 它亦都圆满都说给我们 所以 它用究竟的佛法 已经是说给我们 如果你能够这样修行 你就会得到究竟 所以你们应当如何 应当勤而行至 你们应该要努力 要努力 不要鞋抬 行就是要实践 不要说怎样 嘴巴说 嘴巴说 耳朵听 眼睛看到 但是身不做 不行 只得把口说 那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你们经常说 只得把口说 没有来实际的行动 没有来实际的行为 你怎会有什么利益 所以 这就是奉劝 奉劝于等庇佑 一定要勤力精进修行 好 我们看第二段 接下来的半段 它说 《与等弹当勤而行之》 《与等弹当勤而行之》 《若于山间若空窄中若在树下限柱正失》 《念所受法勿令忘失》 《尚当自免精进修之》 《无谓空死》 《与等弹当勤而行之》 这就是 接下来的半段 这个半段 《与等弹当勤而行之》 佛道勤了我们 应该努力行之 在哪里行 就是这里 《若于山间若空窄中若在树下限柱正失念所受法勿令忘失》 如何做 如何做 所以 如果我们真的要 要广修这些功德 实在有七种方法可以去做 七种什么方法 它叫做七种修相 七种修相 第一 运何修 即是说 如何修呢 修什么呢 修什么 尚勤 尚勤 勤而行之 第一个就是勤而行之 即是说 如何 很勤力的 不要卸胎的 等于 师父老过神经常说一句话 他说 当一个人开悟之后 还要保任 还要保任 保任即是保护 保护 互任 要保护 什么 又是让他开悟的心 将他强大强大强大 直至сти 直至辽生脱死为止 所以 我們身為凡夫族子 得到少許的消息 在修行上得到少許的利益 或者得到少許的進步 就以為自己了不起 諸多老和尚都說 你不要以為自己了不起 都未去到保隱的功夫 為何這些老和尚 這些修行人 每個當下都是勤而行之 這是第一種修相 第二種修相 於何處修 在哪裡修呢 你記得嗎 記得之前說過 在什麼地方修 在無事處修 在什麼 勤而行之 若於山間 無事處修 無事處修是哪些地方 山間空窄樹下 閒處靜失 這些就是無事處修 不會分心地讓你 空窄樹下閒處靜失 你看到這些山間空窄樹下閒處靜失 就是讓一個修行人 遠離世間的凡囂 所以為何你看到很多寺廟 尤其是在中國 因為它有這樣的地理 所以你看到很多大間寺廟 或者很有修行的寺廟 都是在深山上的 為何要離開深山上的 離開這個世間的那種凡囂 為何呢 畢竟一個修行人 一個修行人 他未去到證到果的話 他還會掉到貪親廁 裡面 他還會受悟辱所吸引 他還會受這個根門 所分散的這個修行的心 所以為何呢 要盡量提供一個住處 讓他能夠離開這個世間的繁擾 真正的靜處實在在哪裡 實在是在心裡 這個是外間的靜處 即是外界的靜處 但是真正正正 你處於鬧景而心都是靜的 那個才真正正正是靜處 所以當一個修行人 尤其是說出家人的話 修行到差不多的時候 以前高僧大德的師父就說 你去運遊吧 或者你去學習吧 為何要去運遊 為何要去學習呢 實在是否真的叫去運遊 你猜真是去旅行 我去旅行 去馬爾代夫那些地方 不是的 一出去就知道自己有沒有功夫 一出去就看到聲色犬馬 什麼都沒有了 對嗎 所以這就是檢查一下自己的功夫 是否到家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山間空窄樹下 走住靜室 在初步的時候 真的一定要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很難收 這個叫做無視處 這個叫做無視處 就是五個地方 遠離潰鬧 遠離潰鬧 第三就是何所修 何所修就是修什麼 修什麼 他說怎樣 這裡說什麼 真實無義法 念所授法 物令亡實 念所授法 念所授法 即是什麼意思 即是你學到的 你學到的法 你要時常什麼 益念思維 益念思維 記得上個星期 我在最後問答那裡說過 在《大波列盤經》 說過《文具足》 和鄭繼經說過的十四部份 《文具足》的十三部份 十四部份 大家互相呼應 其中那裡有益念 益念修詞 學習 這就是真實無義念法 即是說你時刻都記住你學到的法 而怎樣 一心無意念 即是專心 無意念 無意念即是專心 即是一心一意 濟心一處 無事不敗 然後閃坐修定 讓自己心安定下來 又再思維這些法 再思維這些法的時候 有多少你就可以融匯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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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融匯貫通之後 你就怎樣 銘記於心 你不會忘記的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勸你們 不要只是聽我說 你聽我說之後 你要怎樣再回去看 為什麼師父會這樣說 師父會說這件事 後面的意義有什麼 我可能沒有說出來也不定 可能你們再更加思維的時候 你又會再更加明白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你們有個同學問我 關於文具足和鄭繼經 兩個有什麼配合的時候 我拿出來一看 文具足和鄭繼經就是這樣配合了 就是要思維 否則他有他 他有他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習這件事 當我們定了的時候 我們想法的時候 就會很清晰 我們讀經文都會很清晰 知道他的意思究竟是什麼 當然 當你的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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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了一些 當你的智慧開了多一點 你再看同一件事 你是會有另外一個階層的認識 另外一個深度的認識 所以為何你現在讀讀了一下經 覺得自己明多了 你再讀的時候又明多了 這個明法和以前的明法不同 為甚麼 因為你心安靜了時 你看的事被看透了 所以你以为一本《金刚经》就是这么简单 或者一本《心经》就是二百六十个字这么简单 就是你每次再读每次再思维的 你可以再深入一些 好了 这个就是真实无疑念法 然后第四个修相是什么 何故修 我怎样修 我怎样修 他这个怎样修 而修另焰前故 麦令王室常当自免 精尽受至 常当自免 在这段时候 麦令王室 他在何故修 修令焰前 叫自己在当下 在当下 你这一念 不要忘失这一念 当下 修 即是说在现今当下 我们不要忘念 即是不忘念功德 为什么是不忘念 就是说我们学了法 我们不要忘记了才行 我们学了忘记了 那怎么办 就是忘失了 忘失了你如何有功德 所以叫做不忘念 在什么时候修 就是现在修 不是在昨天修 又不是明天修 是现在修 因为你现在才真真正正正 可以修 不是昨天 不是明天 所以修令焰前 就是在现在修 这个是物令王室 这个是物令王室 OK 好了 再来第五 以何方便修 即是说 如何修 用什么方法去修 他说 常当自免 精进修之 常当自免 精进修之 即是说我们要怎样 整天要劝与自己 自免就是要劝与自己 勉劝自己 勤励一点 不要怀态 提醒自己 精进 不要懒惰 我们集气重 我们集气重 外面的花花世界 真的很好看 很容易让我们分心 如果我们集气又这么重 外面的花花世界 又这么五光十色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 跨桌 算了 明天才做 明天才做 或者 后天才做 我们中国 老祖宗有首歌 叫明日歌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今复明日 遂与成初陀 对吗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自免 没有精进 所以他说要何方便 用什么方法去守 要自免精进 第六个他说什么呢 与相似法处 苏识 在这些地方 我们怎样苏识 就是怎样停息 怎样平息 怎样静下来 怎样静下来 他说 无为空死后治有妇 他说无为空死 无为空死之后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白白地 白白地 白白地就死贵祖了 什么都不做 白白地死 不明不白 死得不明不白 那是很不抵的 对吗 这一生 尤其是我们学佛 死得不明不白 那是很不抵的 为什么会不明不白 就是因为 我们全部都不做 又不勤衡 又有事 又多念 又整天就是过去 又整天就是未来 又懒惰 又不懈怠 这些地方 无为空死 就是叫我们 不要 不要白白地死去 都没什么德亦 无所事处 他说 然后怎样 自知有余悔 自己知道怎样 我以后不要后悔 没有机会有后悔 有余悔 就是没有机会有后悔 以后不要有后悔 为什么没有后悔 就是说 后治有悔 为什么我们会后治有悔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 今天不做了 过两天就早知道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妈妈经常说 早知道没有乞丐 早知道没有乞丐 他说你们每个人都不努力 你以后就不要后悔 早知道没有乞丐 他的意思就是 今天做乞丐的人 早知道有一天做乞丐 他一定会勤奋 一定会尽力 如果他那时不知道自己不勤奋 不努力 他日后会做乞丐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便会懒惰 下桌 这等于有时 有时你们的子子孙孙孙 可能你看见他 真是发神猛症 有书又不去读 有学又不去翻 有工又不好好做 他经常播出什么 播出电话 播出手机 播出游戏 播出游戏 你就发神猛症 怎么说他都没用 他说真的 我告诉大家 当局者迷 你怎么说他都没用 你省一口气便可以 你跟他说 你日后不要后悔便可以 你们自己要承担 后置有悔 因为他们不知道 日后他们可能真的会后悔 但后悔莫及了 所以自知有余 而悔不及时故 所以他说 所以我们不要到临死才说 早知我那时早点收 不能早知 这世界不会有如果 这件事 在我们这一生中 我们这么有福 能够学到佛 我们都不去勤修善三叶 身口意善叶的话 我们将来 我们会觉得 早知我那时不要这样 早知我那时不要经常骂人 早知我那时不要经常去杀生 早知 不能早知 现在就要好知 现在好知就要好做 所以他说 这就是七种修善 就是说这段文 这段文说完之后 他说 他说 我如梁医 我如梁医 知病雪药 福与不福 非医救也 我就是佛陀 佛陀 佛陀 我佛陀 我自己 就好像一个很好的医生 我知道你有什么病 我就告诉你 应该吃什么药 吃不吃呢 就关你事 不关我事 不关一个医生事 因为医生 医生就是开药 他不能够肯定喂你吃药 够肯定喂你 你也可能 收起舌头 让他转着面 你便吐了他出来 是不是 有这样的人 所以这里就是说的譬喻 这个譬喻就是佛陀 譬喻就是一个好的医生 他的药就是什么 他的法 他的法 就等于好像 在《法法经》有说到 佛陀好像一个医生 所以你说 我如梁医 如果你们吃药的话 你的病就会好 你不吃药的话 你的病也不会好 就算我怎么好的医生 也没有用 他说 由于善道 由于善道 道有人善道 某人之不亨非道过也 就等于一个享道 一个很好的道友 一个很好的道友 他能够让你 这个善道 当然不是说道友 那么简单 这个道友 他会带你去修善的 行善的 他道有人善道 他说他会引导人去修善的 去行善的 他说 不只不亨非道过也 他说 你听了之后 你不做的话 你听了之后 不去实践的话 非道过也 不跟响道的事 不跟道师的事 不跟哪个事 是跟听道的人的事 所以 就算人家说 多少好的道理 给我们听 我们听了 我们不做的话 没用的 只能听 所以 为什么 我们要 文之后 要 诗 诗之后 要修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说文诗修 是否真是三部曲 一部一部 不是 他可以是同一个时间做的 是应该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一起做 听完之后 我思维 思维之后 我就要做 所以你说 这个当然 这个是佛陀说的 他说 我给了这么好的法理 我给了一条 很好的药方给你 你听不听 你吃不吃 是你的事 这个当然 佛陀教 说给比优 他说 这个 他说 你们吃不吃就不关我事 这个 整段文 就是说 勸修流通 这个勸修流通 就是教我们 这部经 就是教我们做什么 你们 好跟着这部经 做 精进 去一些安静的地方 不要怀态 你拿了药就好吃 吃了就要做 去休息 应该这样做 所以 偶依大师就说 他说 他说 这两种功德 共世间法的功德 和不共世间法的功德 他说 实在 佛陀已经说完了 佛陀 愚法 愚法 教化 已经不景 为什么愚法 教化 不景 他说 我愚良 有好好的东西 给你 你能够和这个法相应吗 能够和这个法相应吗 你自己要去做 你要去实践 所以 佛陀在佛慰教经 他说完最重要的修行方法 他还不停地叮嘱 不停地叮嘱 叮嘱 朱彼佑要勤而行至 所以这个劝修流通分 就说完了 说完了 不单止 一 就是 讲者 讲者 他说得很清楚 然后 听者 他会 他亲近了善知识 但是 他要学以自用才行 所以 太虚大师说 佛陀是以一个大悲心 去说法 他在这里已经说完了 毕竟 他说 你们比优 应该要尊 尊精而修 尊精而修 选择适当的地方 我也都劝语大家 大家居士 听法之后 能不能够尽你自己有多少的时间 尽了你自己世间法的责任 身为妻子的做好妻子的责任 身为母亲的做好母亲的责任 剩下来的时间 就是如何 你能够勤以行之 这个才是 你们学佛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但是也不要说 我将世间的责任 我丢下它 我不理 我需要修行 那你又做得不对 这是就解 blond 那我想说 这就是这是今礼rio law 选择双故 那是什么 不行 明白� dam 明白了 她經常有血壓高 我去醫生診所看 平時沒事的血壓都很高 她的丈夫問我 我問問她為何一量血壓 她怕死、病、離開家人 怕諸如此類 她的同學回答我 她說我曾經想過 自己也清楚明白 害怕是沒什麼用的 保持正念去面對才能解決方法 但當這個血壓佈 一包著在手上 她一開始泵 發出聲音時 她就好像快要爆炸 爆炸 她說自己就會開始害怕 她試過專注呼吸 但當這個血壓帶 一直包著手 還沒放鬆時 她的呼吸就變成急速 即是她知道自己的呼吸 但她也不能夠安定自己的心 就是因為我們人有一個 叫做 Aurtonomic Nervous System 一個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分為兩部份 一部份叫做SNS SNS幫助我們在緊急時 我們懂得逃跑 懂得救自己 叫做 Fight or Flight PNS 是讓我們可以安定下來的 安定安靜平穩的心 但這位朋友肯定 時常都在SNS 是很高的 很高昂的 雖然她用呼吸 她都用得不合當 即是不得正確 所以都不能夠把自己的 PNS 神經系統 這一方面 將它發揮出來 實在在科學家 和醫學界 和心理學界 都證明了呼吸 和Aurtonomic Nervous System 自由基的神經系統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當我們能夠利用呼吸 我們可以將PNS 這部份強化 它就可以將SNS 不是將它壓低 而自然就會變弱 為何要用呼吸 但這個呼吸不只是專注呼吸 在那時候只專注呼吸 不可以 在那時候要用長呼吸 長呼吸 不僅是長呼吸 而有一種呼吸方法 叫做Coheren Poheren 就是中文是甚麼 總之有一種特別的呼吸方法 就是你吸氣的時候 例如吸氣的時候 吸氣的時候 然後就數一二三四五六 呼 一路慢慢呼出來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即是吸一二三四五六 吸氣完 然後呼一二三四五六 不可以這麼快 而這個特別的吸氣方法 呼氣方法 一分鐘是做五次 五個呼吸 我們平時的呼吸 一分鐘是十三次至十六次左右 或者十三次至十八次左右 所以是很多的 但是當你一分鐘內 只是呼吸五次的話 你會很快定下來 這個PNS的神經系統 一旦吐住了 你會很快就靜下來 所以在那時候 實際上是應該要慢慢 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呼一二三四五六 呼一完 你肯定一分鐘 一分鐘你最多都是五個至六個呼吸 那你會很快定下來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嘗試將注意力 不要擠在泵帶上 注意力擠在腳底下 留意腳底碰著地板 那種感覺是什麼 如果你能夠得到的話 就一直加上深呼吸 就會很快就會靜下來 就不會對這件事這麼恐懼 實際上一定在背後 對驗血有一種很大的恐懼 為什麼那個恐懼一定要找出來 我怕什麼 不是聲音的問題 是怕什麼 不是爆裂的問題 為什麼怕爆裂 一邊問下去 一邊問下去 這就叫做追蹤 怕爆裂 為什麼怕爆裂 我怕病 為什麼怕病 我怕痛 為什麼怕痛 一邊問下去 問到看看找不找到自己的答案 當你能夠找到一個答案出來 每次抱著這個泵帶的時候 你就去追蹤這件事 當你一追蹤的時候 你慢慢在內心這種恐懼 會一層一層消滅 現在這個恐懼很高 很多很厚 但是當你每次對他追蹤 每次去查詢他的時候 你就慢慢一層一層 好像剝椰菜那樣 一層一層 越來越細粒 直到你剝到椰菜沒有位置 你就對任何血帶都不會有恐懼 明白嗎 希望這個方法 實在你們大家都可以用上 在任何場合都可以用上 你們很擅長的 我知道你們沒有問題 真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沒有問題 今天大家都知道 一個閃寫心法 分析一平方米 繼續儲利你們的咖啡錢 每一天的咖啡錢 儲存在豬仔瓢裡 豬仔瓢 儲滿可以拿來 微滿都可以拿來 OK 我們回向了好嗎 祝你 我把精神的咖啡錢 都可以拿來 我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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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的 我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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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真正的祥和快樂同志在 拜拜